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人说这个病毒是 自己不会活 要寄生在细胞里面 说它一个寄生虫 我觉得你们错误的观念 它不是寄生虫 我举个例子 它长得这么漂亮 对不对 带一个皇冠 所以它应该是来做皇帝的 冠状病毒就是带着 就是冠状 它是来做皇帝的 我举的例子是这个 你听一下就大概知道 就是台湾有个三地同胞的王子 他只会讲原住民的话 他懒得读英文 可是他听说有个美国 可以去玩一玩 所以他一定要带个翻译官 因为他懒得讲英文 要懂得原住民话用英文 他带这个翻译官的话 就像一个reverse transcriptase 就是他一个N仔可以把它复制 然后他就拿了他自己的原住民的图腾 包括DNR 他自己的原稿的东西 然后拿了一本假护照 Hespotin 然后他就可以到美国去 开了官以后进到白宫 但是特朗普居然听他的话 然后他就跟特朗普说 你的国防部现在要下档 不准发警报给五十个州长 说我来了 叫他们不要拉警报 第二个 你在这边做的所有事情都停工 现在我要你做我的原住民的服饰 因为我要生孩子 他们都要穿原住民的服饰 是 然后你要帮他配一个美国的袍子 家袍 然后生完了以后 他就跑出去 跑出去以后就到五十个州 那五十个州都没有得到警报 他直接进去以后就做州长 整个美国就从此以后就是 沦陷了 就沦陷你做总统 我看 你机制也改 这就是我们的病毒 你觉得它是基生虫 还是Master 当然是第一个 所以你现在我们那个 冠状病毒就像这样 少少数目到你身上 在第一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内 就把你整个生意都当掉